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邦室拍车评 我现在坐在一辆第四代 Faildo Sport的顶配的车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内饰 其实主要不是看设计 主要就是看它的这个内饰的一些配置 因为这是它Sport版的一个顶配了 驾驶员前方依然是这个多功能的两幅式方向盘 这个是比较好用的 然后前面是一个7英寸的液晶仪表 液晶仪表的话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去调节它的一些显示界面 这一点是比较灵活的 而且上面是取消了那个 一般仪表盘都有一个钙岩的设计 因为它现在是液晶的一个显示 然后旁边有它的液晶的亮度的调节 如果说你觉得亮度不够的话 可以自行调节 然后来了中间 这是顶配 它也是没有一个大屏的 所以就给了一个传统的这种收音机 然后最低配是没有这个收音机的 连喇叭都没有 下面是它的空调控制面板 然后在下面是一个储物的槽子 这一块是它的这种 上方式的储物格 然后下方式的手套箱 整个储物这一块表现的是比较优秀的 而且两侧的这个空调出风口前面都是有一个杯座 可以在那个冬下的时候用空调给你的饮料进行加温和降温 是比较好的 是的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